大家好 又是我 達達 在2010年2月的時候 在西班牙巴塞羅娜舉行的Mobile World Congress 英特爾和諾基亞聯手宣布了一個合作計劃 將他們旗下的Moblin和Mimo 這兩個操作系統合併成一個全新的操作系統 叫Migo 這一個操作系統可以跨平台和跨機種運作 最近打理Migo計劃的Linux基金會 推出了第一個正式版本 叫Migo 1.0 給不同的Netbook 用Intel Atom的上網裝置用的版本 我們看看這版本的Migo有什麼特色 首先我把這個系統放在SD卡上 我用了SD卡開機 看看速度有多快 我看見Migo的標誌 其實不夠10秒 我看見Migo的主畫面已經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Migo的界面 跟之前Intel主導的Moblin這個計劃非常相似 不過也改良了不少東西 我們看看這個界面有什麼特別 第一版本是MyZone的畫面 顯示你最近的約會工作 以及如果你設定了Twitter或其他社交平台的帳戶 你會看到你的朋友的最新動態 你最近開過的網頁 檔案 它會顯示一個 寫文件 讓大家可以很快地看到最新的動態 左下角也會有提示的訊息 就是告訴你你的電郵箱有多少未讀的訊息 亦有些常用的程式的捷徑 上面有不同的圖片 其實每個圖片都有它的功用 譬如區域這裏就是你開過的程式 我們可以開一些程式 一會兒回來看看它如何運作 應用程式就是一些可以安裝的應用程式 你看到其實有不同的分類 有媒體、系統工具、網絡、辦公、遊戲、附屬應用程式 左邊這個位置可以放一些常用的應用程式 就是在這裡 其實這些程式也可以透過一個地方 叫做Mego的Garage 去安裝 其實這個Garage的概念就是類似平日的Linux系統的 一些Wipository 或者簡單來說是App Store 類似的 但多數軟軟這裡 暫時來說都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根據你們的需要去安裝不同的應用程式 好像我已經安裝了一些 例如AB Word類似Microsoft Word的程式 Numeric 類似Excel的程式 亦有些類似Photoshop的工具 Gym 亦可以安裝 亦有不同的看影片、聽歌等程式 跟ChromeOS的定位不同 這個系統 Mego的系統 本身帶有很多已經可以用到的程式 可以離線地使用 狀態 這個Tab 就會是你朋友的狀態 你之前設定過一些MicroBlogging的戶口 例如這裡 其實它只會有兩種 一種是Twitter或Last.fm 其實可能日後會支援更多MicroBlogging的服務 暫時來說只有兩種 至於朋友這裡 就是你的Contact List 其實你可以設定不同的Instagram 就是不同的訊息 即時聊天的服務 你也可以把不同的戶口 一次過加入這個清單 這樣可以看到不同的戶口 可以有ICQ、MSN、QQ、Yahoo 比較冷滿的SameTime 這些都會有的 Facebook聊天都會有的 大家可以加入這些戶口 就可以在一個清單裡 一次過看完在線的朋友 可以立即跟他們聊天 可以看到一些MSN的縮圖 都會顯示出來 還有一個Tablet是網際網絡 即是網路網絡 即是網路網絡 這個Tablet是普通的網路網絡 其實Migo本身 那麼 waits用至5千薪,我也還有2種選擇 一個就是Google的Chromium 即是開開Boom Source的版本 另一個就是Chrome的版本 一個就是從。 harrysure和駕駛版本的分別 其實用起來沒有甚麼分別 只是大家喜歡Open Source的版本 可以用chromium 然後又可以看看media media是你聽歌看電影的程式 可以看到HardDisk裡面有的檔案 可以播放音樂或影片等等 亦可以製作一些Playlist 即播放清單或播歌 裝置是一些跟這部機器有關的裝置 例如電池、位置、音量和文件 或者插了USB的裝置都可以在這裏看見 藍牙也很顧名思義 就是附近的藍牙裝置 可以對應和配對 然後可以連接手機或其他電腦的藍牙 這個連線是WiFi的連線 有三種可以選擇 一種是WiFi 一種是LAN接頭 另一種是離線模式 其實主流的WiFi的加密制式都會支援 WPA、WEP等都有 按一按日子 就會有日期、約會、工作 可以再加上不同的日程 亦可以用回應用程式做同步的工作 其實剛才提到的區域 可以看到不同的行動程式 剛才我開了Garage和Browse 每次開一個新的程式都會有一個新的區域 但如果開得多同類的東西 都可以自己去做一個grouping 其實可以讓自己一個方便 可以做一個分類的工作 尤其是開了很多不同的程式 這個功能非常方便 其實這個系統可以在migo.com 上 可以下載一個圖案 有一個類似Rawrite的工具 可以把這個圖案寫在手指上 大家用了手指boot機後 可以選擇 就這樣去測試它 不可以測試任何設定 試試玩 或者可以安裝到第二個 drive 例如我這個 例子安裝到SD卡 也可以安裝到Hardisk 或者SSD也可以 大家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語言 例如我選了中文版 也可以選擇繁體、日文、英文等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載回來試試 這次介紹到這裡 下次有什麼有趣的 再跟大家介紹 拜拜 發佈了 這次發佈了 真是 發佈了